你知道不透明水彩嗎? 或是曾經看過我用不透明水彩畫畫呢? 如果是,會不會想看更多關於不透明水彩的示範呢? 那麼今天這部影片就非常適合你喔! 嗨,大家好,我是Gina 又到了Gina的手繪課的時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用不透明水彩畫出優雅的餐廳 是說呢,影片播出的前一天啊 4月15號是我的生日 我要先祝自己生日快樂 那不知道這裡沒有跟我同一天生日的觀眾呢? 或者是你也是母羊座的壽星寶寶呢? 那總之呢,祝福大家都平安、健康、快樂 那固定收看我的頻道的大家都知道 我平常除了交話、演講之外 今年持續忙碌的就是 預計在10月份左右出版我的第二本書 尋找紅髮安寧 那這也是我第一次嘗試插畫書的形式 也因為是全新的挑戰 於是啊,我除了忙著必須為生賺錢的工作之外 那我幾乎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這本書的創作上面 那至今已經超過三年了 如果我看過這部影片 那不透明水彩畫出復古雜貨店的觀眾應該都知道 也因為對這本書的期許 以及啊,我很愛挑戰自己 創作這本書的時候 我不只使用最擅長 也是在頻道上最常分享的色籤筆工具跟技法 也另外花了非常多時間搜尋更適合的手繪工具 那於是呢,我已經發現了非常好用 而且符合我創作需求的全新美材 不透明水彩 Gouache 而今天要分享的作品呢 也是使用不透明水彩所完成的 這幅作品呢,有一些收穫在我的插畫新書裡頭 我所繪製的呢 是2019年在加拿大愛德華王寺島上 參觀當地國寶級的觀光古蹟 綠屋 Green Gables裡頭的餐廳場景 那如果你有興趣看我如何完成 就跟著我一起看下去吧 這裡呢,依舊先請你準備好手繪工具 那今天主要使用的工具是 日本好兵專家級的不透明水彩 因為我手中啊,只有這個品牌 那如果你有其他品牌或其他等級的不透明水彩 當然也可以使用喔 那紙張部分 我則是使用我最愛用的法國Archis水彩紙 因為我的畫法也會需要一層層的加水重疊 於是厚磅數的水彩紙啊,比較適合我 那筆刷工具部分 則是使用我個人非常喜歡的西班牙筆皇 Escoda語形水彩筆 我所選用的是多功能用的人造毛筆款 Versatile 那以及幾支不同品牌的平凸筆 或者是插畫筆 這裡呢,就不一一列舉 那輔助工具呢 還有我很愛用的 瑞士卡達水龍性的色籤筆 以及德國斯比勒粉彩色籤筆 而我每次使用的工具的型號啊、色號 我都會列在影片下方的描述欄裡面 你都可以自行來參考 那工具都準備好之後 我們就來開始吧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記得按右下角訂閱我頻道 並且開啟提醒的小鈴鐺 記得選全部的內容 你的訂閱支持就是有持續創作影片的最大動力喔 首先呢 我先把扒開大小的Archis水彩紙 對敗裁切成我想要的長條心 那之所以這樣做呢 是因為我規劃這幅作品在插畫書上 將會採取跨頁或是折頁的形式 因為我想要呈現的是一覽無遺的場景 讓讀者有身體其精的效果 那你當然可以針對你自己的需求 將紙張裁纖成任何的形狀、大小 然後呢 我也會用指膠袋貼好邊緣 因為呢 在最後成品完成之後 使下的指膠袋呢 就能留住好看乾淨的白色邊框 接下來呢 我用透明水彩打好的底色 再用水龍性色鉛筆打草稿 你也不一定要用水龍性色鉛筆打草稿 用一般的2B鉛筆呢 也是可以的 其實先打底色 再打草稿這個步驟呢 都是看個人的需求 你也可以從白色紙張直接作畫 但先打底色這個方法 是從我非常喜歡的美國插畫大師 James Gurney那邊學來的 那總之呢 我覺得先打好底色之後 你整體的色調就會比較一致 那畢竟呢 不透明水彩創作是比較自由的 你可以從深畫到淺 也可以從淺畫到深 那還可以針對想要強調的局部 做出高官或是基礼的效果 那我也覺得呢 這樣畫出來的成品呢 會比較有味道 也正是我選用不透明水彩創作的主因 草稿打好之後 就是上色了 因為左邊那兩扇窗戶呢 特別的顯白 加上左半邊 看起來光線特別明亮 於是呢 我會先從窗戶上的窗簾開始畫起 也順便掩蓋掉有點雜亂的草稿線 再從特別深色的地毯開始著手 一旦把地毯壓暗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 整體已經有一個大概的墜量 中間調以及暗調的對吧 這些呢 也成了你接下來做畫的參考 可以比池間互相對照 那比窗簾亮的地方 比牆壁深的部分 以及比地毯還要暗的陰暗處 你都會有個基準 而做出最有說服力的明暗對比 然後呢 你就可以先把家具的大字形狀上好色 你就可以開始著手進行家具的堆疊 當然你不可能一鼓作氣做出全部的底色 那這之間呢 繪子的調整 但如同我強調的 在確認好光線變化之前 都不要畫上過多的細節 例如牆壁的壁紙 或是地毯上的花紋 這些呢 都是等到最後才需要繪製的 你現在要做的呢 是要做出整體的氛圍與光影的效果 那更尤其你畫的不是一個鏡物 而是一幅完整的畫作 當然會更費時 也會更為好工 慢慢的修飾調整整個 餐廳的光線變化 那我覺得呢 這是營造出整體氛圍的重要關鍵 那永遠都要記得 作畫順序呢 就是從大到小 從鬆到散 從整體到細節 那這些東西先確認好之後 才能陸續進行更細節的繪製 然後呢 我會先從畫面中心 但比較靠近後面的矮櫃開始著手 那有個大字的調性之後 我才會開始畫在矮櫃之前的餐桌與桌椅 這樣子呢 你會比較容易做出家具前後的關係位置 然後再陸續加上頭的光影變化與細節擺設 那永遠永遠呢 都是先把整體造型先做出來 再去修飾上頭更精準的細節 色鉗筆也好 不透明水彩也好 那無論你是使用哪一種工具 我自己畫畫的習慣呢 是先將整體的色調抓出來之後 再依照局部去繪製細節 不要動一塊吸一塊的沒有邏輯 否則呢 你會畫得很挫折 也會亂的手腳 但一個局部呢 畫到看得出來啊 大字的心體 光影之後 你或許呢 可以先轉移注意力 再回頭修飾也不遲 你不需要一口氣畫完一整個局部 例如像是我畫完矮櫃與餐桌大字的碟色之後 就會先畫右手邊的搖椅 矮桌 地毯等其他擺設 因為我要再次強調的是 畫畫呢 永遠都是看整體的 而不是只看單一的局部 你先慢慢抓出每一個局部的特性 再回頭看整體哪裡需要再修飾 會比較準確 也會比較客觀 而且這樣畫的好處呢 是你不會一口氣畫得太深或是太淺 把右半邊的擺設稍微畫完後 我再回頭畫餐桌上的擺設與細節 你看 我就是這樣來來回回的 但即使如此 是有一定的邏輯與順序的 那也就是這樣來來回回的修飾 你才會有參考基準啊 知道該怎麼拿捏每次下筆時的表現 總之呢 畫畫時真的要耐住性質 不要想著一口氣完成整個局部 或是整張畫作 一張畫要畫個好幾天是非常正常的 隔一陣子回頭再看會比較客觀之外 因為我們真的就是會一直進步 成長 然後意識到原來自己可以做到更符合對作品的期待 那這也是我創作這本書時學到很重要的一堂課 那曾經有人對我說 我做這本書的成本實在太高了 但老實說 自從四年前我出版了第一本書之後 我意識到身為創作者的我一旦投入的創作 就是沒有再考量成本 我就是全力以赴 不會給自己太多多餘的藉口 只在乎最後的成品是不是我所期待看到的結果 而不是花了多少錢或是多少時間 可能像我這樣個性的人也才會成為創作者吧 我知道自己在畫畫這件事情上就是一個很龜毛的人 所以掛上名字的作品是不可能有滿意的一天 但就是要給自己一點點挑戰 以及全力以赴的動力 盡力做到問心無愧就對了 至少我花了七年出版第一本書之後 所得到的迴響與後續延伸的效應 還是覺得那幾年的努力是非常值回票價的 也才會有第二本書以及之後更多本書的計畫 這裡要跟大家更新一件事 上這個影片我曾經提到 因為忙於輕速的創作 於是接下來因為末比亞的半月左右 會進入半閉關的狀態 於是我的頻道決定變成隔週更新 但重新評估之後 我發現我完全低估了自己對於作品要求的龜毛程度 連已經完成的作品 都因為放置了一陣子之後 最近拿出來看 又發現還可以再修改 我甚至直接重畫好幾張作品 但我想創作的人應該都很清楚 隨著時間過去 你一定會一直進步 也會對自己越來越要求 不要說別人會不會欣賞 根本連自己這一關都還過不了 更別說是陸續的出版印刷了 光是這樣的考量 我也沒有辦法好好的定時更新影片 於是我在此重新公告一下 我的頻道吉那吉不賽從本週開始到至少6月底之前 將會暫時停止固定更新的模式 我給自己兩個半月的時間進入半閉關的狀態 希望在這段時間能夠全力以赴 把手繪跟文資的前置作業一鼓作氣的完成 或許中間會隨機的更新影片 或是改成貼文的分享 但我還是先不要保證太多事 總之呢 如果你對我的手繪生活有興趣 或是想看插畫新書的創作過程 那就請你追蹤我的手繪IG帳號 蝦子動態常會分享許多有趣的內容 也歡迎追蹤我的新書IG或是臉書社團 至於YouTube頻道呢 就請大家稍微等待一陣子 等待我出關囉 也非常感謝你們持續的支持 在創作階段告一萬落之後呢 再來跟大家分享更多手繪教學的影片喔 畫到了這裡 我特別拉遠的鏡頭 讓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出來整體的樣貌 這也是我在很多部影片強調的 那邊畫畫的時候呢 一定要記得拿遠看 你才能觀察出整體的氛圍是不是你要的 那這個時候呢 要調整光影 甚至是構圖 都還不算是太遲 否則等到你畫到細節的時候 才發現光線不太合理 要再調整的時候呢 可能就是大工程了 那你們可以看到 目前這張作品呢 雖然還沒有完成 但整體的顏色已經有差不多的基底 也看得出來餐廳的光線變化 以及擺設的位置了 那接下來要做的呢 就是細節的修飾 你們可以看到 木頭色的家具啊 佔的大多數 看起來呢 雖然不是太複雜 在木頭啊 因為左邊窗外的光線照射下 而有了不同的變化與層次 那你一定要學習觀察出來 並且懂得運用色調去詮釋它的美 那我自己覺得呢 顏色都很類似的家具啊 反而特別難化 因為呢 你要學會如何調出類似 或是合理的顏色啊 去詮釋每一塊細節 才是我們一直要學習的手繪功力 那這也是永無止計的漫長道路啊 那是說呢 上一部關於不透明水彩畫出復古雜貨店 有許多觀眾留言說 想要看到更基礎的不透明水彩的手繪技巧 其實呢 我看到留言蠻開心的 那表示呢 我有讓大家發現這項美才的美好 那我也一直都有記得這件事 但目前來說呢 我自己個人認為 對於不透明水彩啊 還不是那麼的熟悉 甚至還算是走在邊學邊賣的路上 那好像呢 也不能真正的傳授大家 該怎麼從零開始學習 只能稍微用縮時影片 透過插畫創作分享這項美才的優勢 總之呢 就如同我前面強調的 其實呢 我有很多想做的事 很多的計畫 但都希望等到至少出書之後 才會比較有心思跟餘力去規劃 還請大家稍等片刻一下 那雖然這條路走得很緩慢 但唯有如此呢 才能堅定的走得又遠又長 那包括線上課程啦 不透明水彩的教學啊 以及更多更多的計畫 那才能一一的逐步實踐喔 那這部作品呢 我大概花了五個半小時完成 雖然是在同一天進行 但不是一股作氣 而是一段一段的慢慢發展的 那然後呢 最後呢 別忘記整體的修飾 那該補上的細節要做出來 很明顯的瑕疵呢 也要記得改善 那畫到了這裡 我暫時會先擱置在一旁 繼續其他作品的繪製 就當作是階段性的完成吧 隔陣子再來修飾與調整 也因為還沒有確認完成 於是呢 我就先保留紙膠帶 還沒有撕除 當然也不要忘記 補上墻上的壁紙花紋 以及地產上的圖案 我是使用粉彩色籤筆 以及水溶性色籤筆 那因為我覺得畫起來會比較自然 畫完之後呢 你也可以在加水稍微蘊染開來 總之呢 畫畫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你當然可以混合梅材創作 那重點是呢 最後成果是你想要呈現的效果喔 我個人呢 蠻喜歡長條狀的作品 感覺像是有一種超寬螢幕的效果 像是在看電影一樣 把我想要呈現的廣角效果實現了 那我覺得這也是手繪作品的好處 那原始照片呢 是用手機廣角模式拍攝的 那多多少少都有裁切 甚至空間透視歪斜 造成不太合理的視覺效果 但透過手繪的方式 你可以增加自己的想像力 重新詮釋成你想要讓讀者 觀眾看到的模樣 而其實手繪的魅力在於 無論你畫的如何 有多少缺點 但至少都是你親手一筆一畫繪製出來的 這世界上呢 就是只有這幅獨一無二的原創作品 這也是我選擇花了很多年時間 完成這本書的主因 因為這趟旅程呢 對我來說就是這麼的獨一無二 那就把這本書當作是今年的生日禮物吧 那總之呢 創作這條路啊 真的是這麼漫長又孤獨 也之所以如此 才會這麼珍貴吧 但我告訴自己呢 一定會走到最後 直到出版為止 也希望這本書問世的時候 大家都能夠支持購買喔 而關於這本書的創作過程啊 或者是這趟旅程的紀錄 都可以在臉書社團 或者是主題IG看到分享 那歡迎大家自行追蹤加入喔 如同前面所提到啊 接下來啊 頻道會暫時停止更新一陣子 我也希望啊 一股作氣快點完成我手邊的任務 才能更積極推出更多使用的影片 以及大家一直敲碗的線上課程 才能夠專心的規劃拍攝跟上線 那總之呢 還是老話一句 如果對影片內容有任何的問題 或者是你有特別想要看的內容 都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處留言給我 雖然接下來的兩個月呢 可能會暫時的停止更新 那但還是請大家稍等我回歸 那你的留言呢 留言是我日後拍攝影片的靈感參考 我也會盡可能回答大家的問題啊 或者是感想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並且想給我一點鼓勵 也請你多按讚留言或者是分享 讓影片觸及到更多的人 也歡迎你加入我的臉書粉專 吉娜吉普賽 或者是最終我三個不同主題的IG帳號 一個呢是關於你斜槓的生活 一個呢是關於手繪畫畫與手帳的紀錄 一個呢則是新書創作的分享 歡迎三個帳號都追蹤 都支持喔 另外呢我頻道裡面非常多 適合初學者的手繪課程 你都可以在吉娜的手繪課系列影片裡頭 看到更多相關的教學影片 畫畫是你自己的事 不用跟別人比較 你畫的開心最重要 請記得訂閱我頻道並且開啟提醒的小鈴鐺 吉娜的手繪課 我們下堂課見 掰掰 né 靜想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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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